高雄哈馬新港口裡面 停著一艘渡輪 船身圖案還是日本知名動漫 咒術迴戰的聯名款 卻卡在橋墩下面 一動也不動 船頂上面的救生罰 撞上警官橋之後就卡住了 被許多民眾目擊 這個船就因為漲草的關係 怕就起來了 就要回頭 突如其來的強風狂吹 影響渡輪航線方向 船尾巴卡在橋底下 輪船公司緊急用砂輪機 切除船頂的鐵架 讓船隻脫困 用它的自身動力 以及我們旁邊 備遍了一艘拖船 然後把它從卡這部位 脫離現場 15號下午5點多 渡輪卡在警官橋下 船頂上的救生罰 被擠壓掉入水中 爆開變成小船 占物人員花了一個多小時 總算把船救出來 所幸當時是空船 沒有乘客 也沒有影響船班 台南則有遊覽車卡路橋 遊覽車逆向得退路 看起來超危險 居然是誤闖路橋 撞上吊掛式的直鏈 後面的車輛都被堵住 遊覽車也陷入車陣當中 只好逆向閃過鏈條 慢慢得退嚕 花了5分鐘就脫困 幸好沒有釀成其他事故 但違規駕駛也要挨罰 記者賴冠章 劉士智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